关于龙潭闭案呢 陈水扁今天二度开庭 上午九点钟不到 在场外呢 就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民众互相的呛吓 而辖区警方则是出动大批的警力 以拉封锁线的方式 来阻隔两边发生冲突 除了场外有口角之外 场内抽号码牌的排队群众 也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原因呢就是有停扁的群众 因为没有抽到旁听证 因此呢是大声怒骂 让场面相当混乱 陈水扁二度开庭 场外蓝绿群众按照网力互相对抢 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发生意外 警方不但加强人力部署 还在蓝绿中间拉起封锁线 区隔开来 但领心口角还是抵挡不住 除了场外漏洪洪场内气氛也不好 因为一栏一律 加上红山军立场鲜明的民众 排在一起等待领取旁听证 很难避免冲突发生 我对泰正主有信心 泰正主的检察官司法人员加油 谢谢 有公平正义吗 你讲的话有公平正义吗 就没有吗 就没有吗 有的话不是这样子吗 没有正义吗 没有正义吗 不是正义吗 没从到旁听证的陈水扁支持者 不只他一个而已 就连平扁不以以律的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主委黄庆龄也共沽 只有扁办秘书江志明 幸运抽中 将替所有平扁群众声援陈水扁 中文新闻杨阳姐肖赐光 喜欢她穿SN技巧组台北参与报道